好,这个线上的资产人,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1月2号晚上的8点43分 那我们今天要跟投资朋友分享 站上季线了,月线翻扬了,众人才相信了 因为昨天融资大增嘛 融资大增之后,大家跳进来之后,开始震荡 所以其实这个几乎是可以预料中的事情 那老师讲了先知,先知早就卡位的 看到这个情形一定是逢高获利的 好,那逢高获利我们今天也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几天的动作了 好,那这个行情大概该怎么看呢 一定要首先老师节目,谢谢 好,这个线上自家人晚安 好,大家好 那节目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 就是老师的家里有点事情 所以老师明天可能会请假一天 好,那回到家里的时间不一定 所以明天的直播可能是会先暂停的 好,所以先跟投资朋友做这样一个预告 好不好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行情的部分 好,今天要跟你分享 你要站上季线了,月线翻扬 你才要相信要去追买 那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几天空单已经有停损的迹象了 好,所以行情会先入震荡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预告一个东西 就是低轨卫星会延伸一个族群 那这是我们新的锁定的族群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后面 会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那先知者 在联准会议之前 先获利放口袋 因为11月4号 星期四 联准会就要开会了 所以什么样叫做先知者 如果你是相信自己老师的 你看我节目的 那我相信你一定是先知者 究竟为什么 那我们来继续看 那节目开始之前先上警语 然后告诉投资朋友 老师节目是投顾节目 所以我们一定会跟你分析方向 预告我们看好的产业 分享我们操作的一些个股 所以投资朋友 分析不是推荐股票 不要把老师的节目当作一个爆牌的节目 好吗? 好,那我先讲行情 行情我已经跟大家定调 我们就再走这一个 从8月中跟你讲到现在 当初8月份下跌 我告诉你 复制这一段 缩减QE的预期跌 官员出来讲话 谈上来 后面又跌下来之后台股会创高 缩减QE之后还是创新高 细节看我8月17号节目 那你会看到我8月中跟你讲 那观众朋友 整个新闻媒体报纸 包括专业的投信 都在9月中才开始跟你讲这个 这个情境分析的内容 跟我在这里讲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去想想看 智琳老师能不能够领先 你看我节目能不能够领先 他提到什么 因为TAP就是所谓的缩减QE 他告诉你是要折优做进场 为什么? 因为开始走一个景气的一个行情 8月19号就告诉大家 详细的情境分析你可以看 那我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缩减QE之后来美元会上涨 那美元上涨也不是一个利空 因为它就是一个景气复苏的开始 缩减QE就是景气复苏 才要开始缩减QE 缩减QE也不是不放钱 只是金额做递减 到明年的大概年中7月份左右 就会结束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在星期四 联准会就会宣布这个缩减购债 这已经是预期中的事情了 那我也告诉大家 会缩减QE就代表景气在复苏 复苏跟这个成长阶段 通常不会去看空股市 因为很多迹象显示 目前正在走复苏 尤其我们主要出口的国家 美国是这样 然后对岸的一个中国大陆 其实景气复苏不是很明朗 所以投资朋友 他还不到一个景气繁荣的地方 你先不要看空 这个图片我也讲很久 从10月初告诉你 所以很多人最近行情涨上来了 才开始发现 原来 志玲老师讲的才是对的 因为很多人都用线形告诉你 季线半年线死亡交叉 很多的条件都告诉你要看空 那看空的这些老师又悄悄的做多了 告诉你喊要跌到主跌断的 又告诉你喊两万点 其实投资朋友见怪不怪 那我不要去讲别人怎么样 我们就做好自己 那你看我讲的东西对不对 还有景气复苏逻辑 来包而讲到明年经济成长是非常强劲的一年 国内的一个经济数据 包括美国经济数据 我持续性跟大家讲 就是在一个复苏的阶段 国内也是 到最近这周六告诉你的 经济成长可能会突破6 但是我10月初怎么告诉你 今年成长明年继续成长 在成长的条件怎么会看空 然后关于缩减QE跟升息的事情 我长期跟你追踪 我告诉大家缩减QE已经达成这个 联准会所设定的 他基本上11月4号应该就会公告要缩减QE 没有意外就是从11月中开始缩减 然后我告诉大家 我们最关心的是升息的事情 他告诉我们 4月率离升息的一个目标还太远 所以不太会升息 所以我用数据告诉你 10月中 这个是FedWatch的资料 让我们去看升息的几率 2023年2月份升息一码几率只有26% 两码是33% 其实就是四成都不到 这是在周六告诉你的 数字怎么会下降 新闻不是告诉你有通膨 要提前升息吗 那你看到最新的新闻 今天的 今天的新闻告诉你 联准会明年要升息两码几率 标志八成 他也讲到这个FedWatch的资料 然后高盛也讲升息可能会提前 跟这个缩减购在结束之后 无缝接轨 其实这个新闻出来 我们就再去查一下数据 根本就没有 没有改变 投资费好 所以我跟你讲 有些新闻的东西 不是真实的 如果你不会判断 那你还是需要有分析师来带领你 好不好 来 所以这个资料我告诉你 这个新闻 基本上 就是恐吓你 我讲到通膨的事情 我们要相信专业 联准会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预测人员 他们预测明年通膨率平均只有2.2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专业 不要相信这些报纸告诉你什么 停滞性通膨 10月份你就是因为这些利空 你都把股票卖掉了 那也有很多人来赖留言 私讯给我 说非常感谢老师 因为所有外面都跟你讲空 只有老师告诉你 这个条件逻辑 好 很多人把股票忍住 没有杀来 现在上来了 最近很多股票都变赚钱了 然后慢慢调一些股票 把压力减轻 那老师的节目不是做功德吗 因为我是用逻辑告诉你 来这个PCE物价指数就持平 没有再上去了 我这朋友 你股神武德为什么会讲 有可能会通缩 我之前都讲过了 而且这个论点 跟我在10月24号讲的一模一样 他讲什么 他讲 市场上如果发现通膨开始下滑了 没有所谓的停滞性通膨 高通膨的这个 只是短期现象的话 那市场会感到惊喜 资金可能会大量的涌入到股市里面去 这跟我当时讲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利空 不管是限电 或者是中国恒大 很多的事情 我一一的都帮大家解释过了 如果你10月份 你每一集 我的节目你都有看的 你可以帮我做见证 内容我就 不再重复了 好不好 10月23号讲最清楚 包括通膨的好坏 包括钢铁股 7月到10月份的说明 细节就看当天 我也不重复了 因为钢铁的内容实在太多 所以我就在这边先做一个论点 后面我跟大家追踪讯息 原则上钢铁股 5月到9月 我告诉大家 它的供给的逻辑是什么 需求的逻辑是什么 我整理这八项 我也告诉大家 钢铁业内人士告诉我们 钢铁的产业趋势 长达3年到5年 不是要你股票报3年到5年 是因为碳中和基础建设 这些的原因 钢铁的趋势 有机会走3年到5年 当然我们要做股票 我不可能带你去做一个短线题材 我们一定是做一个 长线有支撑的产业跟逻辑 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 我告诉大家 先不要这么悲观 外销订单从4月份 跟你讲到9月份 金属类第一名 这都是5月到现在 10月份 一路讲到现在的过程 然后钢铁股表现不如预期 我也告诉大家 国外的报价 纽约的这个勒嘎钢卷 涅价跟不锈钢有关系的报价 都维持高档 产量也确实减低 供给没有上来 这是对岸的 包括我们国内接单不错 来中刚中红 叶莲华新这个条涨 这个不锈钢的报价 然后我告诉大家 最近卡的一个原因是这个 就是原先通过的基础建设的法案 已经停摆了两个月 在众议院迟迟没有通过 周六告诉大家 这一周要投票 那白宫也提到 已经跟民主党领袖 达成这个 这个什么 相当的一个协议已经达成了 好 那这是今天最新的 老师去国外CNN查的 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在今天晚上会投票 我们可以关注这个消息 所以基础建设是有必要做 而且一定要做 因为缩减QE降息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 让就业率上升了 政府必须要透过这些财政支出 所以这个是 关于需求方面的 好 所以我周六告诉大家 来纽克钢铁金涨回来 这个地方有修正 台股还在这里 美股已经反弹 有超过二分之一了 这是美国钢铁 也是一样 那这两天因为欧盟跟这个 新闻的关税的问题 美国关税问题 美国钢铁稍微往下整理 但是一些逻辑 我先大家 让大家先清楚 来对岸的宝钢 他提到钢铁产能扩张已经到顶 为什么 因为中国政府提到 2030年要碳达峰 所以他们已经有被限制产能 不能够再开心产能 所以供给不会上来 然后中国是全球钢铁 最大的赤照跟出口的国家 那对岸最大的宝钢这样讲 所以供给面逻辑也符合 然后我也告诉大家 这些产业逻辑都符合 但是实际上 不如预期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应对跟处理 我们先判断股市方向多头 我也告诉大家了 这是9月25号讲的 产业成长的逻辑 有没有重大改变 看起来是没有 唯一有让人家担心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 再来 产业成长逻辑 有没有可以持续性 来 碳中和 跟这个什么 基础建设 这都是可以持续性好几年的 好 那下面就是资金控管 我也讲到了 单一持股 不要超过三成 我也跟大家讲 弱势股不要去摊平 这是9月份就讲了 所以行情无论好跟坏 老师一样都有跟你做追踪 好 那航运类股跟钢铁类股 老师已经讲了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告诉大家 多头的行情 它就是一个 类股轮涨的模式 电子股到上礼拜 都非常的强 我已经跟大家讲 我的文章也讲 我的节目也讲 我告诉大家 其实 电子股涨多的 已经有开始出现剧烈震荡 资金开始有进入到传产的现象 好 那你可以看到航运的部分 航运的看法是对的 它已经连涨了4天 站上月线连涨4天 那正常来讲 钢铁股应该会跟 但是钢铁股最近反而是 比较相对偏弱 但我认为也大概在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因为很多的利空不断的打压 那在这里的钢铁其实就很像在这个地方的航运一样 那航运既然有稍微上来 那钢铁股看法上基本面又比航运股更强 好 所以投资朋友我的看法是钢铁股 你先不要悲观 好 你先不要悲观 但是不用急着去买它 你也不用去摊平 好不好 资金控管 好 那我们其他的股票怎么做 我也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验证 业内人士所有透露出来的产业方面讯息 中钢的接单都是不错的 所以投资朋友这些的内容 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改变 好 那我用一个案例跟大家举例 这是比特币的报价图 好 投资朋友 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多头市场 你不要只是看技术面 不要只是看技术面 多头市场一个产业的逻辑趋势 只要它能够持续的话 很多最近这个不管是会员来跟我分享说 他学了这些技术分析的东西 学了之后反而让他绑手绑脚 他总是站上线才去买 就像现在大盘站上了季线 然后月线翻扬才要去买股票 就像昨天的融资为什么大增一样 很多人就是看线 那你看这是比特币的线图 比特币一路从6万多来跌到3万以下 腰斩 腰斩哦 那你因为这个腰斩 你认为他看空他了 对不对 你去放空 来结果往上还创新高 投资朋友 你不要怀疑钱的力量 你也不要怀疑趋势的力量 只要那个题材跟产业的逻辑还是在的 那投资朋友你要保持乐观 技术分析你参考就好 除非你是可以很纪律性的 来破线你就卖 转桥你就买 破线你就卖 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回做 那你就这样做 所以我用比特币的线图来告诉大家 跌五成了 所有技术分析都会翻空的 你一定会看空 但是他最后又创新高 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你好好想一下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巴菲特的四个重要点 我跟大家强调这个 来情绪或经济情势好转的时候 股市都已经先涨了 大家担心通膨的事情 我也告诉大家来 抗通膨股票是比较好的资产 好吗 这个在10月19号跟大家分享 那关于通膨的事情 我想我前面很多的 东西都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跟大家讲到现在整个股市最重要的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 就通膨 那各个国家都开始在有在积极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叶伦提到 可能会跟中国这边互相取消一些关税 因为川普时代打这个贸易战 最近不是钢铁 美国跟欧盟之间也开始针对一些贸易战的关税做取消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些价格太高 欧洲要做所谓的一个基础建设 欧盟 美国要做基础建设 那如果这些高关税让这些的东西价格很高的话 那对他们做这些一定是有损害的 所以这个都是正在做铺路 对中国来讲你看也要开始降关税 那这个也有机会稍微压抑住通膨 所以投资朋友这些的方向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的 再来我跟大家讲买卖点的问题 周六我也讲很清楚了 来 10月5号我告诉大家 美国股市是一个波段的买点 这个多方的惯性没有改变 但是很多人告诉你这里回档 就是告诉你美股要崩盘了 只有老叔告诉你来 周KT回到50附近 以美国股市过去的惯性 回到50附近都是买点 这是在10月初告诉你 好投资朋友 你会看到后面的标普创新高 道琼创新高 这是10月26号 连纳斯达克因为通膨影响的科技类股都创高了 唯一没有创高的费城半导体也创高了 所以四大指数都创高 能创高就是多头 投资朋友 所以这个走势 完全打脸很多放空的老师 还有你可以看到谁会在这个地方 在现行这么丑的地方 跟你讲是波段买点 然后后面创新高 好不好 我举过案例了 从此粉丝帮我做见证 来我9月4号这里 有没有讲要换美元 对应台股在这里 好不好 我们快速看一下 重播 来这里 9月4号这里 这个地方你可以考虑 你资产够多的 你可以考虑换一些美元 来9月4号跟你讲可以换美元 对不对 这里 好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周六都讲很清楚了 换美元要干嘛 我告诉大家 有些波段的股票 在这里 出现买点的 9月份先换美元 10月这里开始出现波段买点 所以10月初 我不是跟大家讲 我在会员以音 有跟会员推荐 五档美国股市的股票 然后在节目上 先跟你公开 这一个 太阳能ETF TAN 然后在周六 跟你打开 这个代号是 FSLR 这些我快速带过 因为都重复的东西 10月初 告诉会员的 这个 ETF TAN 这里 在78 79 这附近 然后 10月21号 周四 直播节目 跟你公开 这一个 太阳能ETF 当时在91块5 所以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TAN的周线图 10月21号 周四告诉你 来 我会员在这里知道 我们会员有些去买进的 然后我告诉你的地方在这里 周线图 我前一天周三就告诉你了 我好人做到底 我隔天再跟你分析一次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周线的底型 这里 MACD这里 刚带量突破这里 有机会涨波段行情 这是周六告诉你的TAN 99块钱 那这个是FSLR 第一太阳能耐 这里告诉会员 10月初这里 90几块这里 那周六告诉你的时候 他已经是119块钱 那你可以陆续看一下 现在的报价 TAN ETF 现在已经100块钱 100.53美元 FSLR 现在已经是121元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在这里 跟在这里的 美国的这个ETF 这是关于太阳能的哦 然后 陆续我跟你讲到 10月3号 我还讲了哪些太阳能股票 EMPH 当时155美元 周四直播 上礼拜四 跟你公开这个 其中一档 EMPH 来这里告诉会员的 来这里155 上周四是216 然后周六告诉你 已经是231 投资片哦 那你可以看到EMPH 现在是239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买国内太阳能也会赚钱 但相对的 你买国外太阳能 可以赚更多 而且主要受惠的 就在他们 这里可以验证 再来上周四 我跟你透露 其实我也讲一段时间了 21号就讲了 当时我讲有一档美国股票的一个股票 我告诉会员有机会翻倍 10月28号我也这样讲 很多人会怀疑 说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对吧 我在10月30号 是不是跟你公开这个翻倍股 已经标五成了 好 所以我告诉大家 只要老师讲的就是真的 我因为我一定可以拿出证据 我给会员的抠讯 我在周六公开的 我们不是看好第三代半导体吗 全球碳化系龙头 柯瑞 代号西亚11 10月4号改名为这个 代号变成WOLF 当时83块美元 然后投资朋友 周四直播 我还在直播的时候 我会员告诉我 来盘前大涨15% 我当天告诉你 没有骗你 我的会员就真的有买 就真的有买这个 WOLF 周六公开的 我当时告诉会员是 CRE来82.79 我告诉会员 你可以考虑开国外的账户 因为老师美股交易 也十多年的经验了 这是老师的美国股票的一个 在国外开的first trade账户 来碳化系大厂 来 Rolf Span 是不是当时28号大涨 盘后大涨15% 这个都不是编故事啊 当时的画面来这里 10月10号 我10月3号就讲了 我10月10号再讲一次 因为他改名值了 他改名叫这个 WOLF 来当时的画面 会员影画面在这里 报价83块多 没办法骗人 我告诉会员 我评估他是有机会涨一倍的股票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会员有提供他 实际买进的 库存给我们 来这是first trade账户 来这个股票 WOLF这位会员 林先生 他买了300股 成本84块钱 那跟我讲的地方 不是一模一样吗 那这会员是用国内的 附委托买的 我也算给大家看了 来当时上礼拜四 的收牌121减掉84 乘以300股 汇率27.8 赚了30万 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继续看一下 现在这个股票 昨天继续涨了 接近快9% 已经是130块钱了 80几块告诉会员 有机会翻倍 那翻倍是多少 160几吗 170吗 那不是差40块了吗 现在已经涨超过五成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 我们讲美股 老师有没有研究 国外股票的能力 好不好 投资朋友 这个在会员营里面 服务会员 国内也可以做 国外不是说不能做 现在要地球村了嘛 而且很多有竞争力的公司 台湾又是做中间的代工 很多有竞争力的公司 就在国外啊 你要买第三代半导体 那你当然买全球龙头嘛 对不对 股价又刚好在这么便宜的地方 没错吧 是投资机会 我就告诉会员啊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这个是实际的证据 国内都可以负委托交易的 而且我周六已经跟大家强调 我也告诉会员朋友 我讲美股 没有要你去买进卖出去 熬夜 不用 因为我讲的都是波段的股票 你要嘛买进去设定了两成 你就挂单 就停利就好了 睡觉起来 搞不好就停利了 不看盘 搞不好赚更多啦 投资朋友 那重点是 老师有没有这个能力帮你选择 美股 无党股票 全部都大赚 而且十月初可以告诉你 美股是波段买点 你自己想想看 好不好 下次有机会的股票 你要不要跟上 再来我们讲国内的部分 这个在十月初也告诉你 台股不是空头 技术面你要讲位告诉你 创高前低点没有跌破 不要看空 台股这里创高前的低点没有跌破 不要看空 我看法是区间盘整 区间盘整的下源要买股票 这是十月初 搭配美股 我告诉你是波段买点 怎么会去看空呢 投资朋友 拿出数据告诉你 来大多数人退场 有交易互数 重挫大跌 每次都是买点 人性 涨的时候乐观 涨的时候 一万八喊到 一万九两万 对不对 然后跌的时候 就跟你喊 要跌破一万六了 万六不是支撑 要跌到一万五了 一万四了 那现在我不是告诉你 空单已经开始停损了吗 空单停损 你才要做多 我们就刚好可能在获利调节 对不对 人性 你要反人性 十月十三号 台股十月份收盘低点 这里 我告诉你利空反应了 当天我怎么讲 你都可以去看 报纸全部都是利空 停滞性通膨 每天轰炸你 中国限电 动力煤飙涨翻倍 所以中国要怎么样了 对不对 很大事情 每一个事情 我都帮你分析过了 当天我告诉你 股市将在创高 我不是每天跟你讲 最低点 我只有在十月十三号告诉你 股市将要创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个极度悲观的现象 钢铁股现在也是出现极度悲观的现象 好吧 再来我告诉你 第四季有利做多 十月十六号告诉你 法人这两年没有参与到什么行情 法人库存都一直卖 但是在卖的过程当中 第四季都会回补 十月到隔年一月 十月到隔年一月都会回补 所以我不是告诉你 才十月这里 你要不要悲观 你要开始做多 对不对 除了这些条件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 摩根斯弹利分析师也讲来 季节因素 第四季容易上涨 美股也是 所以第四季没有人在看空放空的 投资朋友 好不好 这些都是经验跟你分享 我讲完之后来 两个礼拜后 你看到新闻告诉你什么 来 全球股市第四季上涨几率八成 十月是好买点 都已经买点都过去了 有没有 那我不是更早跟你讲 十天前就告诉你 我没有领先 我告诉你什么 来 十月中告诉你 来 这波融资都清洗很干净 没有什么增加 十月十六号 十月十六号 告诉你空单创新高 我当时就告诉你 你要做嘎空的股票 来 十月十六号 告诉你盘间走势 筹码转多 来 进一月选择权 回到1 1.1这附近 有没有 全部月1.13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资料 当时告诉你盘间 到现在都是 来都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盘间 放大给你看 单纯就用K线就告诉你了 好不好 有没有 创高之后震荡再创高 震荡再创高 又震荡又再创高 今天又创高震荡 创高就会震荡啊 你干嘛要创高的时候去买 你为什么不震荡的时候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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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创高时候才要买 盘间特性是什么 我上礼拜都讲过了 好不好 上礼拜10月28号星期四 我有没有告诉你 先知卡位的已经在找卖点了 我先告诉你 已经有开始 风高获利调节的现象了 我是不是先跟你讲 我们看一下新的数据 来 近月份选择权回到1以上 今天稍微小幅度下降 就是在这个地方持平 全部月在1.1 那有投资朋友留言说 来老师这个poco ratio怎么算 近月份就是这个月要结算的 你把put的未平仓量来这里 put的未平仓量在这里 put的未平仓量除以call p是分子 call是分母 你就自己算 近月份就是最近要结算这个月 全部月就是把5个月的合约加总 put的未平仓除以call的未平仓量 好吧 这个我以前有交过会员 细节你想学的 然后你可以跟上我们 好吧 我就告诉大家原则上 1以上是比较偏多的看法 对不对 所以目前两个都1以上 指数的部分就是 盘整比较偏多 所以告诉你盘间嘛 来投资朋友 昨天融资上市一天大升的30几 你外面看到是40亿左右 这里 那我们单几去统计股票大概36 会买大概20几 加总起来增加快60亿 站上季线了 大家才要开始跳进 那不是太慢了吗 昨天增加在什么股票 技嘉强帽 有没有 南电 星星 惠特 嘉欣 这些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看到融资大增 早就考位的人 当然一定会先卖 卖给这些融资嘛 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 才要去买股票 所有利空 我都帮你解决了 来 你担心对岸限定的事情 我告诉你 来习大大讲话了 就是没事 这是10月23号 两个礼拜前 最近这个礼拜 10月30号 我告诉你来 大陆电厂的库存 突破1亿顿 安全库存的天数 持续性上升 动力煤的价格 来直接 对岸直接管制 来直接腰斩 所以我说 你不要怀疑 对岸的执行能力 包括恒大的事情 我都讲 我都讲过 我不重复了 所以结论告诉你 这个 投资朋友 你看到这新闻 你就会知道 智林老师 完全领先市场 完全领先 凯西投顾告诉你 看好台股财报上修行情 他告诉你来 五大变数 哪五个 通膨的事情 美债上线的事情 QE缩减 来中国限电 恒大违约 来这五个 从此观众 这五个 是不是老师在行情最低迷的时候 每天跟你讲这五个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重点就这五个 一一帮你拆解之后 我只跟大家讲来 通膨是比较不确定 但是我们要相信专业 我们这样告诉你 那你现在才看到这些 他告诉你 都已经情绪都消退了 股市都涨了 都上季线了 他告诉你要上修行情 那志玲老师是不是领先 好不好 盘式我都解到这里 我就告诉你 就是震荡盘间向上 好吗 最后我来给你看一下 我给会员的抗讯 好 所以第一次收看 志玲老师节目 投资朋友 来YouTube这里 搜寻老师名字 订阅开小铃铛 自家人帮我按赞 跟分享影片 好吧 老师在2346晚上 大概八点半左右 开直播 好不好 请踊跃帮我分享影片 来 老师的节目 来五月提醒你面板 七月提醒你航运 我有提醒你避开 我跟大家强调 这三个字很重要 你要远离 你称热度行为 投资朋友 我讲称热度 很多人还听不懂 面板热就选 面板就去称热度 追高 航运热就去称 航运的热度 现在什么 鱿鱼游戏 就跟你称什么鱿鱼游戏 好不好 元宇宙热的时候 就去称元宇宙 你要注意 好不好 买卖点 你要返市场 七月初 我们提醒航运 来这里 当时大家都要 弃电子追航运 我告诉大家 来费办 NASDA都创高了 你要放弃电子股 逻辑怪怪的 我怎么提醒航运的 来七月初 航运爆量 大户跑掉了 七月九号隔周 再告诉你 有没有 在隔周 七月十七号 告诉你 台华办现真 我是有提醒你避开航运 筹码出现问题 我告诉你 来 维持率不足 散户人数做增加 那这里我看法是会走足底 后来足底失败 足底失败 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是没有买航运的 我只是跟大家强调 我看法会足底 上来你要调整 结果就往下破了 往下破之后 我跟大家讲 这维持率 130附近 来很多的大户在这里 已经有开始逢低去抄底航运 你看一下长龙这时候价格多少 89块钱 我跟大家讲 无论如何谈上来再处理 结果那时候航运在跌 我还是一直被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货贵三雄在 在跌干我什么事 不是弹上来了吗 不是100多块了吗 89块你才要砍股票 不是弹上来 弹上来要处理再处理 好不好 投资朋友 那航运的 供需逻辑我都有讲 他只有因为短线疫情 塞港的关系 好不好 所以这个我看法上 航运我跟大家讲 这产业逻辑没有符合我们要的 你要做只能够偏短线 那你看这些趁热度行为的 你自己想看看 订阅我频道 我帮你避开风险 老师 7月份就跟大家讲 我7月1号 一样7月1号 我告诉大家 资金妥善分配 我没有要大家全部资金去买 钢铁类股 我从7月份就这么讲 钢铁跟电子三结 妥善分配资金 哪三结 半导体 车用 MiniLD 当时解读像MiniLD 有没有 解读聚基 告诉你149.5支撑 100多块告诉你聚基 当时告诉你 钢铁加电子三结 对不对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钢铁只是我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而已 那跟当时 我不是跟你一直讲一件很奇怪的逻辑吗 有分析师告诉你 电子股都不能做 你要全部买钢铁 全部买航运 我不是告诉你 如果看坏电子股 就是看坏台股 他就是看空台股 一个看空的人 怎么会带你去做多呢 所以我告诉你 老师都不是要批评同业 我是要告诉你 有些看起来就是逻辑有问题 有严重的问题 7月23号就告诉你 钢铁加电子三结 有没有 我们有做的 有拿出扣讯 惠特 所以从7月份开始 我们就是做个投资组合 我告诉大家 就是量说 他是轮动的行情 族群轮动 到现在看法也是一样 电子股热了 你才要追电子股 那下面的传产股 你看不起他 你要赶快砍掉 换强势的电子股 投资朋友 那会不会重蹈覆测呢 会不会重蹈覆测 会不会重蹈覆测 会不会重蹈这个覆测 你自己想想看 好不好 这里要延伸多头 就会慢慢换传产表现 如果传产不表现 那投资朋友 那投资朋友 那这个整理幅度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不好 所以你要想清楚 来我节目都会先预告的 有没有 分析miniLD 来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 8月29号 然后我们有讯号操作 8月21号 我告诉你有背离讯号 我们的系统的一个结构资料 有呈现背离 细节 新朋友 你可以看8月21号节目 这个背离讯号 我们去买股票 第三代半导体 8月29号预告之后 来8月20号 高家会员有买 环球晶这里买 扣讯在这里 715到760 全新 这里买的 122到123 8月底我告诉你 来涨上来之后 我告诉你 会震荡 逢高 减码 调节 前一天就告诉你了 然后9月1号 我真的这么做 全新 9月1号 拉涨停板 我有卖 环球晶来 9月初这里也有卖 扣讯在这里 这都重复了 我快快讲 当时行情不好 钢铁股 我做低进高出 一样 8月20号 那附近有买 大国钢 36块多 叶辉29块1 8月底告诉你 逢高节码 我9月1号 逢高节码 大国钢 41块5 叶辉33块9 这是七八月的操作过程 9月份跟你解读IC设计 系统告诉你 不能买的 敦泰新唐 联勇盛群 告诉你可以买的 力望 资源创意经验 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都定期跟你解读 有系统的告诉你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老师有做的 我有准备投资名单的 当时符合 我就给会员创意经验 然后扣讯在这里 有买的扣讯在这里 好不好 这是创意 9月份 待会我们来看一部影片 我快快讲完 来到10月份了 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 要先注意高空的 站上季线 高空的 来 紧缩 当时200块钱 我有做 我有拿出抗讯 来 这是紧缩 当时开牌的 10月中 跟你预告 这个 复仇者联盟 有没有 当时跟你点名 紧缩也是这个逻辑 因为 11月中 要公告财报 把人认为超跌 会先回补的 就是这些股票 没错吧 紧缩 是不是嫉妒 高度年增 周六告诉你 礼拜一你有机会买 礼拜二拉涨停板 礼拜三跟你讲 你要先优先找什么 卷值比高的 紧缩63% 这是10月20号 后面创新高 我节目 都是直接讲了吧 10月16号跟你讲 这个会特 也是季度年增逻辑 一样 10月16号 YouTube 你可以去看 这是会员的十股 是不是 卷值比开始慢慢增加 今年会赚一个股本 我们前面有套牢 我也跟大家讲 我有套牢 对不对 有机会的 慢慢转强的 当时抠讯告诉你什么 我们系统上面 看到LED 光源键这个族群 有符合老师的整齐族群 所以会特就是光源键 有机会的 我们就先抱着 对不对 阿上还不是赚钱了 所以股票操作 一定会有套牢的现象 重点产业有机会的 我们就继续保留它 来会特 10月27号这里 我们有冯高去做 减码一笔的动作 来当时告诉你 LED光源键 还有这个德威 也是季度高度年增的股票 LED光源键的 220这里跟你讲的 然后面拉上来到270起 全新也是LED光源键 也是季度年增逻辑 告诉你的时候 在周六 120附近 LED光源键的股票 一路涨上来 这是22号 我会员有买的 抠讯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之前AI到期的 我们之前有做活动 加正AI一个月两个月的 那因为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帮这些会员 行情不好 我们设一个专案 帮他们追踪 我追踪就好 我可以不要买 但老师还是call他们去买 因为我觉得是赚钱机会 所以这里有买 120这附近 到这上礼拜还有追踪 然后涨上来来创高 这股票我们今天请 这个专案会员把它出清了 先做卖出 因为今天卖压比都高 没有看坏它 只是这个区间没有突破 我设定的区间没有突破 所以我今天就请 会员先做出场 这股票拉回来 我们会考虑买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 那你有全新的可以来找我们 好吗 这个是全新 所以老师的会员就这两组 基优高下 我们call讯只带五档股票以内 严格控制五档 老师跟同业的差别是 我会给你会员专区 同业没有 同业只有call讯 而且有没有控制股票 不知道 来会员专区有录影音 盘式跟会员沟通 来持股会做追踪 投资名单 股市一定会出现 不同新的题材跟强势股 包括我们看好的产业在整理的 赚强的都会出现在我们投资名单上面 只要符合的话 我二次会比较及时的给我会员 假日我们会准备一份比较完整的名单 你的老师有没有这样在服务会员 来高价以上会员还有会员的line 盘中可以及时的沟通 所以我们会员专区的这些功能 我讲过很多遍了 透过会员专区来美国股票有机会的 来我告诉会员朋友 我们是做波段的 所以我不会去要你买去卖出的 我们就觉得有机会的 我的会员已经告诉会员 大概怎么做 分享来 持股追踪投资名单定期准备 然后教育训练 这投资名单的来中沙 齐鸿 老朋友都知道这两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九月份我们有做活动 我是有跟大家讲这两档股票 就是有符合我们系统 只是你不知道价位跟操作方式 来九月二十六号 有没有给这一支 1560中沙 line的好朋友帮我见证 我要给股票 我不会去乱给 一定是我认同的产业 来是不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加工 台积电概念股 当时价格72块8 来我写支撑短期71 波段支撑68块5 上面的压力区在78块5 那我说看你自己怎么做 它符合我的架构系统 这是上礼拜二 我告诉你来中沙 它突破我们设定的区间了 73块5突破了 这里74块钱 齐鸿我们设定的上档的一个区间 86块5 有没有 所以你要知道价位啊 来这是中沙 创高到85块2 你有拿这份资料投资朋友 老师 跟你讲产业趋势股 没有对不起你吧 赚多赚少就是你的本事了 对不对 啊 我说有些网友是会懂得感恩的 对不对 有时候股票叠给你股票 讲什么股票叠下还要被酸被骂 啊我跟你讲 我要讲股票我不会乱讲 对不对 啊人家为什么 一样的股票人家会赚钱 中沙 西红他都赚10%以上 这看我好几年的观众了 所以来自家人 下一个口令的动作 支持老师的影片 就帮我踊跃按赞分享 来我们下一个口令的动作 来手机先打直好不好 来这里叉叉先点掉 点掉之后来 还没有按赞 帮我按赞一下 按赞 帮我分享影片 你有用LINE的 推特FB的 都帮我分享一下 老师的节目 就要靠各位了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在买广告了 你在按聊天室就可以回来了 请大家多多帮忙支持分享 OK 来你要参加分析师 我讲来节目要有预告证据 要开放留言板 你会看到很多人几乎没有预告 也没有办法拿出抠讯 都拿一堆LINE的截图 留言板都关闭的 好不好 你想清楚 有些 有些的同业 这个头户规模比我们亨达还要大 对不对 助理比老师还要多 那为什么带会员买卖股票 连一个交易记录 把它做个整理提供给观众 都没办法 为什么 来 抠讯 你要参加分析师 要看到抠讯 抠讯要看到会员主别 哪一个会员 哪一天的日期要打上去 哪一档股票 发完讯息之后 后面都不能成交 这是一个完整的抠讯 你会看到很多的 这种给你的讯息 都没有会员主别 也不敢打日期 就直接打股票代号买进 市价买进 随便发一档股票的低点的价格 手写个日期 告诉你市价买进 那就后面日期是后面手补的啊 好不好 看抠讯这个你都要记得 主别日期股票价格 能不能成交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抠讯 很多规模这么大投顾公司 整间投顾公司都没有在放抠讯 都没有买卖证据 没有办法对时对价 整间投顾频道留言板都关闭 好不好 投资朋友你就自己想想看 你就自己判断 来如果你认同理念的来资金充电 来邀请你可以加入老师行列 老师分析股票不是推荐 我推荐股票只有针对我的会员 付费的会员好不好 看节目不要跟单 跟单盈亏自负 好吗 来投资朋友 我在10月30号陆续跟你公开 复仇者联盟的股票 这里 美其马日就陆续公开了 康普惠特 顺德志源汉磊 远雄港 森达科经验 10月16号 你可以去统计一下 那个时候去进场 到现在涨幅多少 森达科 这里 来 你看到报纸你才要追 对不对 卷之比高的来 这个是资源 这个没有买的 因为我没办法买那么多股票 但是看好的 我们的选股实力如何 你可以去看 而且都是老师告诉你的 那些产业族群 那我有买的 我有拿出抗讯 车用电池来 这个康普 后面跟你公开的 美其马康普 选进来之后的表现如何 对不对 这不是车用的吗 不是我们看好的电动车族群吗 那会员自己有买的 我节目有跟大家讲 有人不相信我还拿出会员的对话 10月25号 他自己提到上周的投资名单 不是16号吗 不是买美其马吗 所以老师跟大家讲 我讲出去的话 就一定是真的 我不会去编故事 不会骗各位 我说我会员自己有看投资名单买 就是有 好不好 因为我们会员赖 我们是有助记 会员 来 这个是低轨卫星 一样跟你预告 2024年要上用 这个是你要优先注意的 好吗 跟你讲一档股票 10月16号跟你点名 低轨卫星的股票 就是肩点 8021的肩点 来这里 是不是记度高度年增逻辑的股票 然后抠讯在这里 10月初我跟大家讲 我各组会员有去买一档股票 有去加码股票 来当时的肩点 当时的会特 做一笔价差 来 10月2号肩点 今天创了短期新高 有赖了好朋友 也来感恩 对不对 肩点中沙 没错吧 老师不是每天乱讲股票 讲一大堆 我讲的范围都是这些 我不是跟大家讲 最近我觉得大家好冷漠 按个赞 回馈的 都很少 对不对 低轨卫星 我们有做的来同心店 高价会员 10月15号买的 10月16号来到 然后这个区间 270的区间 跟大家讲最近的盘事 我们给会员的讯息 来10月25号讲什么 卖压减轻会开低走高 是不是开低走高 上礼拜一 礼拜二我告诉会员朋友 有出量 有没有 会持续性的一个往上 看法会找个股切入机会往上走 周三来 这里 卖压有下降 结构有好转 来持续盘间向上 拉尾盘 上礼拜四 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跑这样子 来 来 来当时告诉你什么 来我会员的持股什么 来测用二级体 导线价电池第三代半导体 LED光源键 可以先跟你讲我会员这些持股 我周六跟你公开抠讯 10月30号 我是没有 我们就来看一下 老师休息一下 好 我们要这个不要放重播好了 好不好 我10月30号就一档一档 打开给你看 来测用的有导线价是什么 顺德 二级体是强貌 3707是汉磊 这个是在前一天 节目就讲了 我们会员的 有买的股票 好 陆续给你看讯息 来 第三代半导体的家经 这里跟你做预告的 当时的买进 这个是强貌 周六跟你打开给你看的 对不对 今天细部的给你看一下 穿价证据 这里买的10月27号 当时请会员朋友 把联发科调节掉 然后买这档股票 105.5这里 来10点11分 当时价格都在这个地方 强貌来昨天不是拉涨停板吗 昨天我们还是继续续报的 我赖的部分 有放这个贴文 来投资朋友 那强貌这股票 我们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我们就请会员朋友 做获利了结动作 来开盘加以上就获利了结 我提到嘎空占告一个段落 而且散户高档融资追进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来那这个筹码状况 我们就先获利了结 我们就先获利了结 来9点8的讯息 9点06分都在红盘以上 一定卖得掉 一定卖得掉 好不好 这个是强貌 来10月19号 我们讲的这个 仰空嘎空 率先告诉你 行情你要做嘎空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新闻 才告诉你 来卷值比高的股票 所以老师的盘感 逻辑是不是领先 而且有些股票要买的 我都是有预告过的 来10月23号 8周六讲这个顺德 节目画面在这里 来季度年增逻奇 顺德会员朋友买新的地方在这里 10月21号来151以下买 当时价格在这个底下 讲完之后来还有跌 还有跌 会员会担心的 我也说是买点 对不对 顺德来昨天不 又拉第二根涨停板 上礼拜五就拉涨停板 昨天又拉涨停板 收盘是182.5 我提到有机会来到200块 今天最高的来到200块 对不对 今天有做震荡 来 投资朋友 复仇者联盟 周六跟你公开这些股票 所以我刚该讲的我都讲了 我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是资金妥善分配 来 汉蕾 也是这个名单里面的股票 这里买的来高价会员10月16号这里 141这里买 当天收盘140 一定能成交的 昨天拉出这根涨停板已经是165.5 对不对 那今天呢 那一样开盘前就发讯息了 来跟台办是一样的 我们做事都是有计划的 盘前看一看 我们就已经决定要出了 我们看开盘的状况就决定要出了 好不好 来你可以看到这里 散户高档融资追进来 会员可以定价开盘价以上 获利了解开盘价以上 这里来都往上冲 随便卖都可以卖得掉 这都是专家证据 你都可以随便卖得掉 卖的也不是看坏 而是投资朋友 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一个筹码 我们看到这个筹码就知道 我们短线上要做停利的动作 因为这些股票会震荡了 那下一个进场点你想不想跟我们做 我就列举 今天有些有出的给你看 好不好 我不是没想到赚钱 我有停损股票 在这里跟高家会没有说真抱歉 这张股票我们就先做停损的动作 所以该停损我会停损 不太对的我要停损就停损 这里我就是要降资金 好不好 那有赚有赔 我们尽量帮会员朋友再用其他股票 要弥补绩效 好不好 来 所以投资朋友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追买融资又增加 我刚刚看融资其实也是增加了 这里 今天的融资 也大概小真 内容要去算一下 但投资朋友 融资增加不是坏事 我们当然会希望量都开始都是三千多亿 很热闹这样子 只是说投资朋友 你现在 你现在如果你用融资才追进来 你跟一般的这些投资朋友散户一样 你用融资要在这个时候才要追进来 而且你又是去追 我告诉你的这些 已经都拉开很多了 10月中10月初你不买 现在你融资才要买 当然胜算就低 那如果真的如我们预期的 传产股慢慢上来了 那你调了这些资金 你要做什么 我们带会员调了这些资金 接下来买什么 你要不要跟着我们去买 还是你要看到我已经公开了 买卖点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可是朋友我在假日跟你讲 我昨天都还没有卖 昨天这些股票都还拉涨停板 顺德在昨天也拉涨停板 我不是跟你讲看好 然后我在昨天出给你没有 我们都完全按照我们的资料 看起来来融资大增 那汉磊我就开盘前 我就决定了我要出 讨论好决定要出 那我就开盘价以上就出 好不好 所以都是被讲 那接下来你要跟着我买什么 下一个动作你要不要跟着我们做操作 我们已经连续调节了一些股票了 来所以空单已经有停损的迹象 我给你看 这里 来空单这边都开始有停损的迹象了 我们看到有些股票都在停损了 好 所以有些股票嘎空就会告一个段落了 好不好 这里面来空单一些昨天减少的 你看有像有星星啊 紧硕啊 智源这些 南电这些 好吧 所以观众朋友现在 短期上面这个地方的筹码比较重要 所以10月初你相信我是买点先买的 最慢最慢10月16号我讲的这个 复仇者联盟你有跟着我买的 那在这里就是 我们就是先知者嘛 先知者联组会议之前一定先把一些钱放口袋 我对于这行情的震荡解读就是这样 好所以投资朋友看法上就是会震荡 震荡要找买点 那要买什么 什么条件可以买 低轨卫星有延伸一个族群今天跟你预告 今天跟你做这个预告 那也用盘氏给会员的抠讯 跟你做个总结 好不好 低轨卫星延伸的族群我们认为就是这个 网通相关的 这个族群股票不多 所以如果我讲出很细的内容 投资朋友会很容易猜到 我先跟你讲 网通相关的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锁定这个 我先跟你预告哦 好不好 我会员布局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大家进一步预告 你想不想跟着我们做 低轨卫星是最快可以商用的 然后 整个目前的题材 市场上认同的也大概在这个区块 而且这是可以比较快缴出数字 获利数字的 所以低轨卫星当然可以做 包括我已经跟你公开分享的像 中砂 不是中砂 跟正一下 我跟你讲像尖点的股票 好吗 所以投资朋友来现在是盘斯 我就跟你做个补充 好吧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行情就是第一个等待量缩了 第二个卖压要降低我们会再重新进场 加码股票 好不好你至少要看到量缩 再来考虑买股票 OK 那要买什么 我们至少先设定这个 还有我们假日准备的 这个 复仇者联盟2.0 好吗 投资朋友你有兴趣就跟上我们操作 然后投资朋友 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一定要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好不好 为什么你要订阅 来今天有些东西我没有讲到 我先看 9月4号这里 我绝对不会跟你乱分享股票 但我跟你讲的股票 你可以一段时间来验证 好不好 9月4号我跟你讲嘎空股 我讲两档 那我再看一下 我看这张纸 我讲哪一支比较适合好不好 好啦我讲这支创意啦 来 创意在我们系统上面来刚转强 刚转强 周五也收高嘛 对不对 创意是可以领股的哦 所以你不要认为股票单价高哦 你看这个空单也是这样针 有看到吗 券支笔 也是这样上来快两成了 好不好 这个是创意 IC设计半导体的 我觉得有机会 我再讲一次IC设计的好不好 5 5 预创 5351 来看他融券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同志朋友 老师周六直播有跟大家讲 我说我讲预创 有人还不相信 对不对 你去看我9月10号节目 9月4号这里 假日在这里 跌下来被人骂 结果股票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啊创意呢 创意呢 来9月4号在这里 所以老师绝对不会去跟你乱讲股票 讲的一定是从我们系统上选 来产业也是我认同的 来10月 10月21号来我讲 癌半 跟墙帽 有人也不相信 好不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有赚就好了 好不好 再来我讲两支 讲两支 一样是这个族群的 我觉得有机会的 好不好 2481的墙帽 这也是LED光源键的 好 那也在我们的顺势架构刚转强 所以我说我在昨天跟你讲这个族群有机会吗 对不对 那今天有涨 不见得要追 看你自己买卖 我不提供价位 好不好 因为提供价位 我只有给会员 5245的台办 525台办 更正一下 台办也是符合的 他目前是78块8 涨4.5% 你看也是昨天转强的 所以我昨天讲这个族群有比较整齐 好 没错吧 我20号有讲啊 525台办 对不对 这里啊 我讲这族群有机会吗 隔天跟你讲嘛 这里你要去买 有赚钱的机会吧 2481 我讲的位置在这里嘛 我讲我会员都还没买哦 我不是买了叫你抬轿哦 没有 我是跟你讲我觉得有机会的 啊 我适度帮会员朋友能够挪资金 我能买我就去买 刚刚你也看到抠讯了 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跟你讲的股票 包括像中沙 我就讲这几支而已哦 我不是每天跟你讲一大堆哦 我就跟你讲我看好的 大家踊跃有按赞的 有分享的 对不对 十六号讲的这些 投资朋友 你 你自己想想看啊 我胜率多少 好不好 而且我也会有赔钱的时候 我不会每场都对 我一定有赚有赔 然后钢铁股我周六也讲了 我认为运气不太好 真的很多政治因素这样子 但是股票他真的超跌就超跌 看法是这样也没有变 那只是说表现不如预期就资金控管 但是你看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 还有我们的选股 我刚刚告诉你都是我们的选股哦 你觉得我有没有能力帮会员朋友 把一些损失补回来 还有你现在的一些股票套牢的 你套到一些产业不太多的股票 我的投资名单能不能帮你反败为胜 好不好 你想清楚 而且我跟你讲 我要 我要讲股票我就直接讲了 我不会说 你他打电话进来拿 不用 不需要 好不好 我就是有这个实力给你验证 好吗 每一档股票你都可以自己去看 我讲的哪个不是产业趋势股 看你怎么做而已 好不好 认同理念就跟上操作 好吗 投资朋友 请会员跟这个 会员不要把这个投资名单跟抗讯外流 你资金充裕在参加 不要去借什么房信贷 不要用融资才要去买股票 好不好 那有些股票我们会到设定的一个停利点 你中间要能够忍耐震荡 不要做当冲隔日冲 好不好 投资朋友 这里我觉得震荡之后 你看要不要跟着我们做 下一步的布局 有些股票我们该调的 我们都调了 有机会的我们就留着 反正我帮会员朋友空出一些资金 接下来我认为有机会在这个 网通相关的 细节的产品内容不能讲 因为那个族群股票不多 好不好你想做跟上我们操作 OK 好了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就尽快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然后跟线上自家人特别说一下 因为老师家里有点事情 所以我明天必须要请假 要去一趟医院 所以呢就跟大家讲一下 老师明天直播应该会暂停一天 那如果我回来家里时间比较早 我可以准备直播 我就准备直播 那你如果认同理念 那就邀请你第一时间跟上我们操作 不急的你可以透过填表 点标题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之后来右边表单填写 送出资料我们尽快来跟你做服务 然后加LINE询问也可以 小老鼠HNTC 或扫描标签 来电询问也可以 填表也可以 好吗 好那就先祝福大家了 好不好 祝福大家 那我们在后天 好不好先暂定后天 后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的直播 再跟大家见面 OK 先谢谢各位 那音乐结束之后 再来跟线上留下来的自家人打招呼 好不好 谢谢各位我们在周四的晚上再见 谢谢你 祝你操盘顺利 谢谢